想一下我常买那些很带的店铺 我基本上自己衣柜里面 70%的衣服都是从这些店里面掏来的 像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些韩国品牌的 像是戒指啊项链啊 或者说什么卫衣啊 T恤啊什么 基本都是在这些店买的 还有像是大家经常问我 Well done还有Goodboy这些牌子在哪里买 然后今天全部都来跟大家分享隔边 还有今天的视频是绝对无广的 因为所有的店铺都是我一家一家买过 我买了很多次才会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然后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家呢 是这个Mobile Shop韩国纸油 这一家店是我之前就偶然刷到 然后在他们家买过 后来呢又有在小说上刷到他们自己的账号 我就有陆续去在他们家买很多很多的衣服 就最近这一个月我在他们家就已经下了四五单了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好逛 你想要的这些韩国的品牌基本上它都有 像是我比较常买的一些品牌 像是Crazy Nerdy啊 然后还有我最近很喜欢的Crank 都可以在上面买到 还有前段满火的一个MUH MUH我也是在这一家买的 下一个就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个 松米加海外之友 这一家的话呢也是品类跟上新都很多 像是一些包包啊袜子啊 然后卫衣什么都是可以买到的 但是这一家有个毛病 就是真的发货特别特别慢 我现在带发货里面还有一件事 当初买的时候明明写好了是韩仓现货的 但是至今还没发货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说不怕等的话 还是蛮值得在这家买的 而且他们的价格真的很实惠 对然后也是挺分享给你们的 接下来要分享这一家呢 是这个韩国大雄 然后我在他们家买的都是HUHU的衣服 其他品牌我还没有买过 他们家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发货速度真的快了很多 也有可能HUHU的供货确实就是比较大一点 不像有的韩国的品牌确实要等的时间比较长 他们家基本上发货的时间就是一周内就可以给你发出来 不用说要你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要分享这一家呢是韩国陶可可 我真的是以前在他们家买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衣服了 但是近几个被买的比较少 是因为我不是发现了更多的韩代的店铺吗 因为他们家也是实在是发货太慢了 最长的一次就是有卫衣等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发货 当然不是他们的问题 应该是品牌那边供货比较慢 会让你等得很焦急 而且我又在海外 他也不能给我直游到美国来 我还要通过转运 就是一下子又要多花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其实还是蛮值得买他们家 而且店铺的大多数的首图都是店主他自己的上升图 就是还蛮种草的 所以也是挺分享给你们 如果不怕等的话真的可以在这里买 接下来要分享的下一家店铺叫做莉莉欧尼海外桃 这一家的话呢就是我有在他们家买New Balance的鞋子 之前在New Balance的合计里面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这一家店铺 在他们家买的比较多的也是Huwayu这个牌 发货速度也是比我前面提到的 像苏米加和陶可可快很多很多 价格也是蛮实惠 然后品牌上他们家比较多是卖Huwayu Chris ADLV Nerdy OYOY 还有New Balance这样子 还有一些鞋子 就这些是比较多 然后比较小众一点的那些韩国的品牌 他们可能就没有 对然后是请分享给你们的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家Office Sample呢 我是在他们家买首饰 就是衣服的话我其实没有买过 但是首饰都是完全OK 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的首饰盒里面很多的那些款式 都是在他们家店铺里面找到的 其实都还蛮好看的 然后也是分享给你们 这个我就不多讲 因为我只在他们家买过首饰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家呢叫做F Market 但是我只在他们家买过一次 然后那一次的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当时我想要买这个品牌 叫做Minipole的衣服 然后我当时就找了很多店铺 他们都没有买 就只有这一家有 然后他们也是韩国纸油的 所以我就觉得各方面还是蛮靠谱的 他们家带的衣服的风格 就是比较甜一点 性感一点 辣妹一点的感觉 对如果大家如果有喜欢这种类型的话 也可以来看一下这家店铺 接下来分享的这一家呢 是这个SensorUp 韩国设计师代购 这一家的话呢 我是以前有买过好几次 但是近段时间没有买 是因为我真的是有比较常买的代购 我就没有再回头来看他们了 但是他们带的品牌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而且他们家客服的态度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之前有过一次 他们就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使用了我的照片 然后做他们的那个首图 就是有去找他们沟通 但是他们态度特别好 然后还有说要给我进行赔偿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售后的态度 是真的蛮不错的 因为有的店铺就是他明明到了你的图 然后你去跟他沟通交涉的时候 他态度还很差 就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跟反差 所以我对他们家印象还是蛮好的 然后也是分享给你们 接下来分享的两家呢 就也是设计师品牌集合店 然后他们好像都是在同一个买手电竞的货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上新的衣服是比较相似的 他们带的衣服呢价格就稍高一点 就一般都是Well Done啊 然后还有Google这样的品牌 就是本身定价会比较高一点 我最开始买的话呢 是在这个UBEXSIM这一家店买的 最开始入坑Well Done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衣服都是在他们家买的 后来呢就有转占到密斯加 因为当你买买一定及格之后 它是有一定折扣的 我忘记是95折还是9折了 反正真的非常非常划算 像是EENK, Well Done, Add Error 然后Goodboy这些牌子 都是可以在他们家买到的 然后他们两家卖的就基本都相似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好了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